寬恕 中國古代文人朱熙曾經說過 進己之為眾,推己之為恕 意思就是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視為恕 這樣寬恕對我們來說,有甚麼意義呢? 人類就是不得追求更多的財富、更多的金錢、更多的權力 為的就是找尋水我們的快樂配方 但是人就是避失去當中,找不到我們的方向 而我今天只要為大家介紹真正的快樂之道 歡恕 人在被人得罪之後,不願意原諒別人 原因也許有很多個 有人說他已經犯下離天的大罪,不值得我的原諒 有人說他已經犯下離天的大罪之後,他恐怕會得寸盡情 沒錯,短暫的仇恨或者會為我們帶來一陣子的痛快 但是,拒絕歡恕可不見得我們會快樂得多 在我們遇到那位得罪我們的人的時候,我們要逃避他的眼神 在再遇到同女私情的時候,會令我們再一次的傷心 在再想起那件事的時候,會勾起我們相同的回憶 拒絕歡恕,真是最好的方法嗎? 南非德威黑人總統孟德拉,曾經度過他27年的鐵槍生涯 他在監獄當中,不斷受獄警的欺凌,侮辱,虐打 他在出獄之後,在1994年的總統就職典禮的當中 他邀請了三位獄警,並且公開地原諒他們 曼德拉說,如果我不能夠把怨恨和悲傷留在身後 這樣,我其實仍在獄中 曼德拉在當選總統之後,本來有老恨過三位獄警的理由 甚至,他有報復的機會,但他都沒有這樣做 因為他知道,唯有寬恕,才能令他放下仇恨 唯有寬恕,才能令他心靈得到釋放 唯有寬恕,才能令他心靈的重擔得以放下 告別以往,白人種族歧視的時代 在我們現今社會當中,每一天,每個人都充足著 不同於怨恨、憤怒、最當權者,有著無自禁的控訴 我們都好像不記得了,怎樣去寬恕別人 如果我們能夠像孟德拉一樣,這樣去寬恕別人 這樣,我們就能夠解開心裡面的枷鎖 如果我們能夠像做到諸喜一樣,推己及日,將心比心 這樣,我們就找到屬於我們的快樂之道 要請問人家 請問人家 請問人家